中间的各位来宾大家上网 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 和一个平台来和大家一起探讨未来网络的影响趋势 那么刚才前面两位嘉宾也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么作为中心通讯来讲的话 是在网络界应该是综合解决方的提供商 那么今天呢我这个代表中心通讯来主要是 就这个整个承载了 我们未来这个网络架构眼见发展的一个趋势 来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观点 那么其实在刚才前面两位嘉宾的演讲的时候 我也感触很深 那么当前我们这个时代 应该说特别是在网络这一块的话 应该是处在确实处在一个变革的这么一个时代 那么就是各种新业务的层出不起 那么网络里面的技术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根底心 那么其实我们总结探了其实整个对于这个存在网络来讲 我们总结的就是两个词 一个是开放 另外一个就是融合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 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整个运商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眼镜呢 它是基于两个条线 一个是业务的这个发展 就是我们网络的发展是由业务来驱动的 那么另外一条线呢就是本身这个技术啊 它也在不断的这个有至少的规律在演进 那么呢它能够更好地去满这个业务的需求 那么从过去这个二三四年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发展 这个趋务的趋务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也看得非常清楚啊 就是说这个业务的驱动和技术的眼镜啊 是成一个这个博学式的一个三十分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趋势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当前这个变革时代 我们看到这些业务和新需求 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啊现在很热的 就是啊这个6G没有5G啊 然后包括大视频这块这个4K8K啊 啊未来的ARVR啊 那么昨天呢我其实也看到就是在一个手机上啊 就能够在线的去啊这个有一些这个 啊VR的一些这个这个应用啊啊 就是感觉体验非常好 就是你拿着手机啊就是远程的一个这个实景啊 啊就能传过来啊 这个非常体验非常好 那么来另外一块呢这个整个这个顾研网这个发展也是这个 非常的这个迅速啊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在国内来讲的 NBLT这一块也是这个商道运营商的一个这个 主流的一个这个技术的一个选择 那包括未来这个营运计算等等 所有这些新业务啊或者我们看到这些新业务的这个发展 对我们整个这个存在网啊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传输和数据领域啊 这些所有的这个网络啊带来的一些巨大的一些挑战 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技术啊 本身在技术呈现 那么它确实也在不断的这个引进啊 来去满足这个业务发展的这个需求 那其实总结看了我们说当前这个 这个说话就是说这个四大技术来通过我们这个电线的这个网络 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这个s%和mf啊这是中间的 那么呢这个是主要啊 来盘成我们这个存在网和业务的这个这个源阶 那么云作为未来电线网络的这个基础设施 会成为我们所有业务的这个家长的平台 最上面呢就是我们这个 OXC的这个编排器这个程序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最终去实现云商网络一个 让道端自动化运维和编排的这个开放的平台 那么呢其实我们看到在网络层面 就是我们说的四大技术 在三个层面实施这个网络重购以后 来支撑我们未来的一些行业务的发展 那么在网络层面呢就是我们不管说 在现在的这个传输领域是吧 PTN IPR 还在数据领域的这个骨钢路由器 OTN波分这些设备 那么呢它其实都是在 引读这个SDN的这个技术 SDN的技术 那么呢这个呢其实也提现了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存在网的这个 开放的这个一个本质的一个特色 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这个 这个业务存购 业务存购 那么业务存购呢 这个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 过去传统的这个电信运营商的这个网络 那么在这个业务控制层面 专有的硬件非常多 就是从过去的2G的BSC 3G的NC 4G的SBTV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 有线 或有线的这个Base 这些设备啊 都是专有的一个设备 给我们运营商的这个网络带来很大的 这个投资和运营的一个难度 那么将来业务存购以后 我们通过这个网络公司的虚拟化 把这些这个专有的硬件和软件结构 去实现这个业务的成果 那么在运营层面的这个存购呢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这个Oxjet 和我们这个NFVO SDNO的这个编排器 去实现一个端到端 真正的端到端 就是我们说的 从这个接入端一直到 这个承载到这个传输到这个核心 去实现一个端到端的一个业务 有一个面积和面本 那么整个来去降低这个运营商的这个 运营的这个成本 那么通过四大技术 三层网络的这个存购以后 那么我们网络去更好的适应 未来像大视频是吧 4K 8K VIRAR 还有5G 包括这个CO重购的这些业务的这些需求 那么这个是我们基于这个当前的一些 这个热门的技术 那么对于整个电信运营商网络 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是我们 基于这些技术的这个眼镜 我们对于整个未来 电信运营商网络 存在网价格眼镜的一个 趋势的一个描述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其实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整个网络 重为三层 最下面这一层呢 就是这个转发层 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包括传统的这个数据 还有这个传输的这些设备 那么第二层呢 这个是业务层 业务层 业务层就是我们 刚才前面讲到的 做业务控制的 做业务控制 那么最上面一层就是这个管理编排层 那么管理编排层 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业务层 业务层这一块其实这个发展的 这个趋势也很明显 就是通过NFV的这个虚拟化 把我们的这个过去 总内房多的这个专有的硬件 虚拟化以后 实现这个软件和硬件的结构 把它部署到这个数据中心里面 那么从来来实现一个这个网络 然后让这个网络的这个 这个建设的这个功能 那么我们可能在 包括我们在程序网里面 可能就会非常的这个清晰 那么就是以这个边缘DC 来建设为中心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所有的业务的 控制的这些软件化的这些功能 部署在这个数据中心里面 那么从来来实现一个这个网络 首先实现网络架架架的这个面图化 然后呢 让这个网络的这个 建设和运维简单化 那么这个是这个业务层这一块 主要是通过这个NFV的这个虚拟化 把这个过去传统的这些 短接和硬件仅有或者装有 装有设备公用化 放到这个数据中心里面 那么在下面这个转发层面呢 我们看到其实 对于运营商的网络来讲 它确实是非常复杂 那么在程序网里面 我们过去有这个SDH 有MST 然后呢 这个3G、4G时代的话 这个不同的运营商 也有不同的选择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PTN 还有IPROC 然后呢 在下面呢 可能还有OTN的这个网络 然后在干性呢 现在一般是这个IP的国家网 后来到这个波峰 或者在传统的流亭上面 那么实际上呢 通过这种 砸的这个网络 那么我们将来 那我们将来通过SDN的引进以后 那么在转发层面的这个硬件层面 把它通用化 把它通用化 然后呢去实现整个存在网 我们将来一个SDN化的一个引进 就是我们相当于这个 过去可能有很多专业 很多不同的这个存在这个设备 那么未来的这个趋势呢 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在转发面 尽量的让它去统一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SDN的这个集中控制的方式 去实现我们这个存在网络的这个 开放化的这个有限 那么在最上面这一层这个 管理编排层的层来讲 那是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说到的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 整个这个业务的端道端的这个编排和链接啊 都是通过这个这个编排器去实现 那么所以来说我们这个 未来这个网络价格的这个 我们眼镜的这个趋势看呢 其实就是一级化的网络就是一个中心 就是DC中心 两个两大技术 还是电价NFV 然后三层的这个网络价格 然后同时的这个融合开放 我们认为应该是未来这个ICT 存在网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特征 那么前面讲到就是我们 业务网这一块通过NFV虚拟化以后 它需要把这些电信的这些业务 需要加载到这个数据中心上面去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数据中心这个网络 本身在IT领域 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 那么过去都是传统的这个IDC 那么它在业务自动部署 资源的这个可视口控 还有网络的这个频繁过的方面 确实存在这个 一些问题 那么呢实际上来到 当前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说VDC的这个技术 或者VDC的这个整个方案非常成熟 那么我通过数据中心的这个交换机 还有这个X86服务器上面的这个虚拟化以后 那么我们通过OVERLAY V3LAN的这个技术 OVERLAY到这个UnderLAY网络上以后 那么我们通过再通过SDN的这个控制器 把这个就是这个OVERLAY网络和UnderLAY网络 全部把它统一管起来 在融合这个OpenStack平台的这个 这个原平台的这些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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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 这些这些软件去实现整个VDC的这个 这个业务的这个这个 这个部署和发放 以及它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数据中心 这个网络的这个一些管理 那么来去整个 把这个传统的这个IDC的这个 这个网络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短板的部器 来去满足我们这个未来 电线网络虚拟化以后 对于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些需求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 现在可能后面这几天也会有 专门有这个CO重货的这个转体 那其实在CO重货以后 那么我们整个在成余里面 这个这个边缘DC的这个建设的量 应该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对于这个VDC的这个需求 应该是非常大的 那就说我们就像这个标题所说的 这个VDC的话 应该是像水电 这种公共服务一样 能够让这个电性的这个 业务来使用这个计算支援 就达到大家有个效果 那么在台湾的这个成长这一块 有一个不得过提的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台湾的这个 VBase这个技术 来提升这个网络效果 来提升这个网络效果 那么来这个 这个 这个 在传统的这个 户网预域 我们说过去的这个 家庭框架的这个上网 都里面不开VBase的这个 用户认证和管理 那其实我们从过去的这个 这个设备架构 就是VBase设备架架的这个分析 角度去看的话 它确实存在于这个 这个 这个弊端 就是我们看到其实 一台这个 这个VBase设备 它的用户面 我们说的这个 转发面的这个代款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都是这个 上体 然后呢 但是呢 它真正 就是我们看VBase的设备架构 所以我们说这个 它 做用户认证 是专用的这个 处理板去做 那么这个处理板 是有性能的这个瓶颈 所以呢 我的一个传承的VBase设备 实际上它的槽位 它并不很多 所以呢 它这个和X 这个控制板的这个数量 是有限的 这样的话呢 它就带来这个 整个就是在用户面 有很大的支援 数据的情况下 但是呢 用户控制面的这个支援 能够 所以最终导致啊 就是我在一个层 层域里面 我这个VBase设备的这个 这个台数 或者说这个数量的需求 要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呢 后来就是这个 NFV这个技术出来以后 实际上就是 这个 我们想象就是把这个 传统VBase的这个 用户认证 控制的这个处理单元 把它抽象出来 抽象出来 把它放到服务器里面 也就是我们说的 转发和控制分离 把这个分离以后 实际上我转发面的这个 这个支援 可以就得到一个 更高效的一个利用 更高效的利用 那后来我的 控制面的这个评解 通过我的这个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设 去极大的扩展这个 计算资源 这样的话来就是 从模特意义上讲 我们说的这个 实际上 这个 现在服务器的这个 计算能力 是非常高 非常高 这样的话来其实它 带来的好多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专业的事 专业的你来做 就说白了就是你 控制面的东西 对计算资源要求非常高 那我们就让这个 这个这个 数据中心的一个 扶起的这个计算资源来做 转发面的功能 来实际上就是 这个是传统的这个 这个 比如说这个基于 nt价格的 固有器啊 或者固有器平台的 这种设备来做 它更加能够 发挥它的这个价值 这样的话通过这个 转发面和 通知面的一个分离 然后来让专业的 设备和专业的 这个事情来达到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整容 和效率的提升 那么在前面讲到的这个网络 架构演进以后 我们看到就是 对于这个 这个低线运商的 这个电线业务 都通过这个虚拟化 变成了这个 云里面的这个条件 那么将来呢 再基于这种架构商的话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 就像这个 比如说这个 画用的这个长途 这个还有包括一些 这个 这个正企用户的 一些这个上网的一些 原来呢都是通过这个 IP的这个网络去进展 那么未来的话呢 这个 这个 业务虚拟化以后 那么这个 DC和DC之间的 这个两样 就会成为 未来 在成员核心层 以及在干系层面 这个 主要的这个 这个流量类型 主要的流量类型 那么呢 这个DCI的这个 这个解决方案 就会形成这个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 我们看到其实在 整个VDC的这个 互联的一些 这个需求里面 一些需求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 它的这个 一些核心的一些 诉求 比如说对业务指标的 这个要求 对于保护 打换时间的一些要求 对于这个 网络 这个流量 优化的一些要求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DC之间的这个流量 具有这个非常大的 这个动态性和这个不平衡性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 其实在 我们做发研究 还有技术探讨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就是说在这个流量 DCI里面 一个核心的一个诉求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整个这个网络 流量的这个优化 应该是显得非常重要 那么呢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SDN最擅长干的这个事情 SDN最擅长干的这个事情 它能够 基于网络拓博去 这个 基于网络拓博 和这个流量模型 对这个流量那些调度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两个DC之间 你流量大的时候 那么呢 我就给你分配大量 带个支援 流量小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支援示范团 那么去实现整个这个 存在网络这个 一个高效的一个 这个运动 这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 通过云瓦系统的这种方式 去实现这个DCL 我们的一个 高效的运动 那么SDN呢 其实我们看到在整个 存在网领域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不管是 路由器交换剂 然后 OTN 还有这个 PTN 都在推出相应的这个 SDN化的解决方案 那么呢 在运商的网络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 这个 这个 跨都非常广 跨都非常广 原来我们是 不太敢想 就是说 对于一个 比如说我们说的 从 跨地势 或者说跨什么 这种 这种 这种连接 有这种连接 比如说极客端线出现的时候 其实我们原来的 传统的模式 都是一段一段 去做这个业务配置 然后把这个业务地方开通 那么呢 之前呢 在过去几年的话 很多年 也是 有很多这个技术分支 在探索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过去的GMPS 这个 希望通过GMPS 去统一的实现 这个 跨城跨域广告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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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这些技术呢 其实走了很多年了 它也没有走向真正的 这个 商用的这个部署 和这个 成功 那么其实我们到现在 这个阶段来看的话 其实SDN 它确实在很多方面 它已经吸收了这个 过去很多技术的一些 这个 理念和思想 那么通过SDN的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用别备来 这种 跨地势 跨手 甚至 这个 这些专心的这些技术 能够去 基于这个统一的 这个SDN的架构下面 能够去实现一个 端到端的 一个业务的 一个拉通 这边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也画了一个 基本上的一个图 就这个左边 左边这个 我们说SDN 就是传送的 这个SDN化 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里面呢 可能 在国内来讲的话 就是对应 可能是ptn 或者ifrub pn 或者ifrub 然后呢 这个干线网络 那么这个就是传统 汇游器的这个网络 传统汇游器的网络 那么在 有些运营上呢 这个里面 这个这个在干线的话 在干线的话 可能还有 像ptn的一些干线网络 在建设 然后呢 这边是另外一个 程度的这个 ptn或者ifrub 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 目标的话呢 就是通过这个 上面的这个 统一的协同控制器 去把 stn的控制器 和ifrub stn的控制器 弄弄弄弄 给它打通起来 弄弄弄弄弄 这样的话呢 去实现 整个这种 我们实际上 我们看到就是 这个 就是跨了一场的专业 跨了 多层的这个网络 跨了多层的网络 去实现一个 整个网络的一个协统 那么前面呢 我们是从这个VDC 还有DCI 还有这个 SDN的这个角度来 谈论一下这个 开放性 就是说我们整个 存在外未来的 开放性的一些 研究的一些趋势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服务活 那么其实 IP加光呢 就是我们说的 在很多年前 就在探讨 那么呢 其实 它和 前面刚才提到的 这个GMS的 迪帅有些观点 那么到 现前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认为 这个如何的这个趋势 应该是 一个整体的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 发展的趋势 那么 协同呢 其实这个融合的协同方面 其实我们认为 就是 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在设备层间 可能不会做技术工作 那么它主要是通过这个 SDN的控制器 把这个IP层的一些 这个网络 这个IP层呢 也不仅仅只是 固有器 它也可以是IPRUN 或者PT的一些设备 就是基于 包转发的这种网络 那么呢 下面呢就是我们的 光层的这个设备 光层的这个设备 那么这两个网络 在过去传的的话呢 它是 应该说是 老死不想往来 就是各做各的配置和运营 它存在很大的这个 密度 那么第二个融合的这个层次呢 我们说的就是 这个分组和光融合的这种 设备 设备层间的这个 那么其实这个目前看的话 业界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设备厂家 都有相应的这些设备 在用 在做 那么这个层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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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模型里面去看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 希望通过 从连成 到三成 因为我们存在网络 主要解决的是 连成到三成的这个技术 其实就是我们 在 我记得应该在 11年 ORF出这个 分组楼天的这个 标明之前的话 应该说 要去做这种设备 非常困难 啊 自从分组化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标准出来以后 那其实 给我们 这个设备 设备 层面 支持这个 连成到三成这个 网络的这个融合 应该提供了一个 非常坚实的基础 那么 IP加关这个 控制器 协同层面呢 其实 呃 这个原理的其实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IP层面 有自己的这个 IP的这个 SDN控制器 然后 光层呢 有光层的这个 SDN的这个相应的控制器 那么 通过我上面的这个 呃 统一的这个 协同控制器上面 就是我们说的 IP层面 再加上我上面的编排器 IP的一些平台 那么呢 把这些相应的这个网络资源 每一层的网络资源 都先通过这个相应的网络 把它收上来 收上来 那么这个 这个协同控制器 有这个两层网络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源以后 那么 那么我通过集中式的这个计算 也集中化的一些控制以后 那么实际上 我们看到 我们整个网络在 比如说在统一规划 啊 按需专网 啊 统一OM 动态网络测透的方面 这些功能就会 变得非常容易实现 啊 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 啊 比如说统一规划 当原来的话呢 另外就是我们整个网络 建设的这个模式啊 就是两个网 啊 基本上是牢使不下网络 啊 就是说IP网络 有IP网络的微话 给建设 然后光层网络呢 啊 基本上就是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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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网络的这个网络啊 提供一个光层的一个通路 那么呢 两边的这个 流量 还有带宽的这个网络信息啊 基本上是没有 没有过通 啊 那么IP网络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 这个特点呢 就是 它是按照最短路径去旋律 啊 最短路径去旋律 那么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交通 是吧 啊 就我们北京而言 大家可能 在上下方高峰的时候 啊 都会可能在这个 最短路径刷法里面 大家在 在考虑这个路径的时候 那么他可能都觉得这个 西亚环比较近啊 啊 结果就导致这个 西亚环呢 严重塞出了 啊 但是在西亚环旁边 有一个小路 啊 稍微远一点 但是这个上面 车和小路 那其实这个原理是一样 那这个IP网友呢 它有这种 这种这种特征啊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需要啊 我们发现这个 网线网这些流量特征以后 我们能够去协调 啊 去协调这个 光层的这个 这个带宽资源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面路雍塞的这个 这个 两个路由器之间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带宽给它调大 啊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控制企划 简单的时候就能实现这个 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讲呢 当然就还有很多这个 这个 实践关系也 也就不多说 那么从这一块去讲 就是整个 有了这个 这个IP层面 和光层面的这个 这个 控制器的这个协调音控 我们整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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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介绍 还有它整个这个 这个有样的这个模型 有样的这个调光 就会变得非常容易 那么分阻到光 设备的这个 这个融合呀 其实 应该说在过去几年 这个 在 一些运商 一些老公里面 都有一些这个 规模的一些这个 这个部署和这个商用 那么其实呢 我们 当然是最 当今最热的一个 技术话题就是这个 5G 那么5G 这个 这个核心的这个 诉求 所以我们说大代官 还有这个 第10野 那么这些需求出来以后 那么我们未来这个 这个存在法去整容 满足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需求 这个需求 然后其实从这个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一方面 四业务 发展的一个需求 是吧 这个实验 代官都变得这个 可可了 然后呢 这个运商的这个 这个 收入和支出呢 也是处于一个 剪刀叉 越来越大的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状态啊 就是说我们的 投入和这个 收入啊 是在不断的 这个剪刀叉在扩大 然后同时的 这个技术资源的 这个资源 也是非常有重 就是我们看到 国内 解答运商的这个 这个 机房啊 还有电力 这个空调的这个资源 非常有限 啊 特别是在 这个数量 众多的这个 汇聚层面 还有接入手里的这个 这个机房啊 条件都是 呃 有的是非常恶劣啊 非常恶劣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要去支持这个 未来5G的这个 这个演变的话 那么你们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 存在网上的这个 这个建设 还有这个成本的这个 考虑啊 就显得非常多样 非常多样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们也是 呃 这个和 几个主流体力运商 有很多的这个 交流啊 和沟通 那么实际上 那大家一直认为呢 就是 不管这个设备形态 怎么样啊 那其实在 整个5G的这个 回船网里面 那么呢 它的这个 分组和光的功能 都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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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如果有这种 螺合形的这个设备 那其实就是 我们说的一张网 一套设备 把这个分组的功能 包括三层的这些能力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光层的这个 大概方的 扩展能力 把它如何进去 去实现这个 未来武器的这个 成长 那么实际上 目前看上去的话 应该是一个 这个 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么前面呢就是 我们从整个 这个价格的眼镜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网络的这个 几个特征的角度啊 把我们这个 承担网这个 眼镜的这个趋势啊 大概 分享了一下 我们的一些观点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是看一下 就是我们 朝这个 ICT如同网络的 目标架构 怎么去眼镜 那么其实呢 我们在这张 slice里面 看的也是 比较清楚 就是 这边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云 VDC的这个 这个数据中心 那么呢它有 电信的资源 电信的资源 还有 IT的资源 那么呢它 通过部署 一对这个 ICT的这个 公布的这个网络 把这个 传统的这个 CT的网络 和我们的这个 新型的这个 基于IT价格的这个网络 把它穿起来 穿起来 来实现我们 这个整个 未来 这个 融合型的这个 ICT 目标的一个 平化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 首先从架构 还有从这个 演进的这个角度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 整个这个 基于这种 ICT融合的这个 目标这个架构 就会 不是很突兀 不是很突兀 就是说 建设起来 这个业务的这个 额界 对比较调整 也会比较容易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我们整个去 演进这个 整个 朝这个目标架架 去演进 那么今天我 大致的这个 分享的这些内容 就这么多 好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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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